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出山路 没有路是走不出去的嘛 一个心愿 走上致富路 创业路 让全国的老百姓吃上我们公司的好药材 遍地英雄 走进返乡创业的杨昌林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眼前这位年轻人 就是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杨昌林 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大王 如今谈起药材种植技术头头是道 但是十多年前 他却还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 我们家乡足足备备都是挖野生资源 中药材卖嘛 还有种植那个芸木香 我们小时候我们住在山上嘛 没有交通也没有电 更没有通信 那个年代出了山上的木材 可以卖一点点钱 还有就是药材 我们当时后来读书啊 这些经济来源都是靠那些药材 大窝村地处大巴山峡谷腹地 距离宣寒县城110公里 山高路远 曾经是周边群众 闻之摇头的穷窝 然而这里土地肥沃 雨量充沛 气候适宜 山中自然生长着许多中草药 1981年出生的杨昌林 从小跟随父母上山菜药 然后背到县城集市 换些零花前独贴家用 最初的时候就开始 在山上去往爷省里卖 那他发现不对 往爷省里卖过不出去 开一块地来种一块 上世纪90年代初 大窝村的村民 曾经尝试大面积 集中种植中草药 但是由于不善管理 没有销路 药材只能烂在大山里 这些都被年幼的杨昌林 看在眼里 寄到了心上 2000年 杨昌林从宣汉师业高中毕业 19岁的他 像所有想走出大山的年轻人一样 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家乡 从重庆到北京 再辗转到大连 从事过很多职业 最困难的时候 在建筑工地上打过林工 大连的时候是做建筑工地后 那非常的苦 移工干过 拿个铁桥 搓水椅 喊了一下二十几度 鸡蛋掉到地上 摔不乱 结冰了 由于天气严寒 到了年末 需要加班加点强工期 瘦瘦小小的杨昌林 很快就吃不消了 2002年底 他由于重感冒发烧 直接晕倒在工地上 幸好被工友及时发现 送到医院治疗 治疗之后 我在想 万一是有个什么不测的话 我还没在老家呢 这次病倒 让漂泊异乡的杨昌林 无尽地思念家乡 几经思考 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向家人透露了 返乡种植中草药的初步打算 我当时就回想了 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好的资源 我要回到家乡去 种药材 然而杨昌林返乡 种植中草药的计划 很快遭到家里人的反对 父母已经种了一辈子地 挖了半辈子的药 当药农太苦 他们不希望杨昌林 还继续这种 没有出路的苦营生 你想人家都是进城去做高达上的 你要上山去当农民 去种地 这个思想 这个落差反差比较大 记得我就说猪气吃苦 我说是人吃苦 我又怨 条件又不行 我就反对 虽然杨昌林理解家人 对自己的心疼 但是回家乡 种植中草药的念头 还是像种子一样 生了根 发了牙 2003年年初 杨昌林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 一开始因为手里资金不够租地 种药材的计划 不得不暂时搁置 那段时间他到县城干过临时工 修过摩托车 做过销售 白天上班 晚上摆地摊 别人不愿意干得脏活累活 杨昌林总是抢着干 默默攒钱 为租地种植中草药 做着准备 并且一边工作 一边四处考察 药材种植基地 先后到湖北 陕西等地 考察中药材种植 发现种植中药材的巨大潜力 更加坚定了他在家乡 种植中草药的决心 我当时是想到 把那些农妇 比如说我们大窝村 当时叫大盐村 种药材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 让他们集中种植 我们集中卖出去 那就很好了 这个事情我真想过 经过深思熟虑和筹备 2003年秋 杨昌林用辛苦攒下的三万元钱 在海拔1980米的大山上 把村里已经闲置了 五年多的300亩中药材厂 承包下来 用来种植党参和云木乡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我最初最大的梦想就是 做100亩 在03年的时候 梦想到一去弄 一下子就做了300亩出来 因为我当时资金短缺 我只规划了100亩的资金 此后的两年时间 杨昌林孤身一人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渴了喝点地里的积水 困了就在屋棚里睡上一觉 茅草坊 我们那个里面嘛 当时最初的时候 找的是没有灯 确实住的是茅草坊 喝的是个池坑水 那段时间 杨昌林每次上山 要待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扛20斤的大米 几斤菜油上去 没有菜就自己挖野菜 2009年冬 为了把新采收的药材烘干 抗坑必须有人看守 由于资金紧缺 没办法雇工人 杨昌林不得不一个人 在山上苦手 在上面待了两个月左右 回家的时间也比较少 可能就是熬夜呀 生活呀 还有疲劳啊 过度 重感冒又出现了 山上通讯信号极其差 两个月没怎么开机的手机 一打开就只剩下一格点 好不容易捕捉到一点信号 杨昌林终于联系到人 到山上救援 我当时就打一个电话到山下 给我们那个干活的工友 说一下 我已经感冒了 不行了 已经躺在地上了 到了一个达州中心院 住了十天 其实对于杨昌林来说 这次生病并没有让他产生丝毫退缩的情绪 真正的考验是来自精神上的重大打击 在扩充种植面积的初期 杨昌林看到党参市场价值高 就把原本种下的云木香拔掉 改种党参 可是由于缺乏技术经验不足 党参原本需要在冬天雪地里播种 可是它大了春天才播种 党参和杂草同时发了芽 完全没办法除草 最终能存活下来的党参也没能采收 全是杂草 要是把杂草拔掉扔掉的话 那不是党参的右芽全都扔掉了吗 要是你去踩一脚的话 全都是芽头 要去拔一点草的话 全是把这党参 坏了 没办法了 就只能这样了 让这一片梯 从04年的春天 到了04年的秋天 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 成了竹篮打水一堂空 到了年底 杨昌林眼看着云木香价格 又涨上去了 更是为自己当初莽撞换众的决定 后悔不已 我们中藏材这一块 最主要强调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药材机缘的问题 机缘要正确 比如像我们那个 就是党参这一块的话 就规定的话有三个种 它就到外边去购 不知道是购的什么种 回来发芽率很低 结果土地 整土地花了不少钱 然后党参也没有 也没赚到钱 然后云木香也丢到了 怎样扭转被动的局面呢 欠下别人的工钱怎么办 面对质疑 是知难而退 还是迎难而上 杨昌林陷入到创业初期 最大的困境 但是我一定要坚持 我不能放弃 每当遇到危机 杨昌林都喜欢 站在大巴山的悬崖边上 思考出路 杨昌林深刻地意识到 要想突破困境 谋取发展 只有靠勇气 是远远不够的 他迫切地渴求着 学习更多 更专业的知识技术 为了尽快掌握 中草药种植技术 杨昌林从头开始学起 遇到不懂的技术 就请教村里的老八十 再解决不了 就到县城里请教专家 随后 县城里组织的技术培训 创业培训 他一色都不辣 到了2009年 这个朴实勤恳的农村小伙 被县里评为 十大杰出青年 2009年的时候 县团委给我一表彰 凭那个十大杰出青年 给一个讲证 鼓励一下 县委书记跟我握手 就说 哎呀 你这个手啊 我当时 那些树皮啊 刺啊 还有那个山上的 霜冻啊 这些冷水一路嘛 手全扎口了 2004年 党参种植失败后 杨昌林又种回了云木香 在吸取经验 改进技术后 这次终于获得了大丰收 1.5万公斤云木香的收成 给他带来了极大喜悦 然而 还没有从喜悦中回过味来 难以找到销路的现实 又给了杨昌林当头一击 因为当时由于人太年轻 没有资本 客商啊 大的老板都不信任 此时杨昌林陷入到危机中 如果不把药材卖出去 那么他将血本无归 他也无法面对家乡父老 人家就说 昌林啊 我跟你干着活 那个钱 什么时间能够拿到 有些人就说 我能不能去跟你干几天活 但是钱呢 什么时间跟我给 就在杨昌林 无计可施的时候 成都正在召开 估计中医药博览会 这则消息 让他看到了一线生机 他决定 钱去碰碰运气 我们当时很穷啊 带了几百块钱到成都去 也没有什么钱 住的就二十块钱 一晚上的话 那种旧房子那种旅店 但是呢 又花了四十块钱 去做了一点名片 在会场外溜达了好几圈后 杨昌林几经周折 托朋友 搞到了一张入场证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张入场证 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这张入场证 让杨昌林 得到了向全国客商 宣传家乡老药材的机会 博览会结束没过多久 就有客商 直接找上门来找到他 可是由于杨昌林的药材 还在地里没有开挖 客商就直接住到他家里 陪着他四处 去收购乡亲们的药材 他说你去收一些人家的嘛 你那个开挖的话 可能来不及 你那个反正什么时间 挖出来就卖给我的客家 他就在我家住着 我们两个一路 我骑着摩托 我们就去收药材 就从这一年开始 就做木箱生意 就学会了做那个药材生意了 什么都会做了 成都之行 大大开拓了杨昌林的眼睛 他意识到 种植中药材需要紧跟市场 改变以往的散种模式 发展药材的规模化订单种植 产销一体化运作 才是种植基地的出路 他要什么就供什么 后来找到了点点感觉 也赚了一些钱 这又作为基地发展的一个支撑点 也是一个资金的来源 找到出路的杨昌林 开始招募农户 买种开荒 扩大种植规模 经过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 杨昌林从起步种植中药材三百亩 逐渐发展到2009年的八千多亩 形成了厚棚 党参 野生天马等 中药材立体种植 达到了药成林 林成片的规模效应 然而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 交通成了制约中药材 种植发展的直接瓶颈 由于不通路 药材的运输和路上的保护 都成问题 人工搬运费高昂倒在其次 延误交货时机 更是犯了做订单农业最大的忌讳 我当时有三万斤在那个山上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来 商家跑来了 兄弟 我给你两万订金 你马上跟我运下来 你可以去付这个人工搬运费 天下雨 路程员 没法准备 一拖半年 杨昌林深深地认识到 没有路 订单农业不能真正做起来 他暗下决心 等赚到钱 一定要修路 当地老百姓跟我加油打气 兄弟 你要是去修路的话 我们干活的工资你可以先不给 你把那个路修通了 你什么时间有钱可以给我们 早日修通通往山外的道路 成为杨昌林和乡亲们 最迫切的一个愿望 出路出路 没有路是没有走不出去的 然而按照初步的预算 修一条简易的出山路 光是起步就需要好几十万的资金 为了迅速启动 杨昌林不得不拿出结婚时 家里准备买新房的十万元钱 从2005年 杨昌林就开始修路 不过那时候只能修马路 拿杨昌林的话来说 此马路非彼马路 他的马路就是骑马上山下山的路 而且只能一段一段地修 关于这个马路2009年的时候 还闹了个笑话 我们当年那个团委书记说 兄弟 你那个基地 我们是去看一下就对了 我说随时可以去 我来通了马路的 他说我们明天找一个原野车 可以上来 我说马路是骑马的路 不是车子不能上去 通马的路用了半年多久 基本成型了 后来在这个马路的基础上 进行了加固和扩宽 可以通摩托车 大大方便了乡亲们进出大山 可是要达到用卡车运输药材的条件 还有很大的距离 2010年夏天 杨昌林利用自己赚来的钱 在东拼西挫了60万元 请来工人为村里打通 7.8公里的通村山区路 人手不够 杨昌林就经常拿着狼套铁锹 光着膀子加入施工队伍 在这条路上 杨昌林注入的不只是汗水 还有深厚的感情 我现在有一个皮卡车 我都舍不得卖 它的那个使用周期到了 我的计划放在这里 它是四驱的 天晴比较打泡 下雨比较打滑 它跟我一起经历了多少个精险 抱了多少个轮胎 这都是非常有感情的 还有我那匹马 我当时是买了两匹马 现在有一匹马已经不在了 累坏了 已经累坏几年了 这条通车路易修就是十年 从2010年的几公里开始 一点点延伸 如今已经长达20多公里 连接起两个村庄 这条来之不易的路是多年来 杨昌林从基地收入中 一笔一笔投入 一段一段修起来的 这是一条直达中药材 重视基地的方便之路 也是连接村民们 共同的致富之路 后面我没想到 后面我没想到怪了 路修到哪里 药种到哪里 我记得有一个叫 雷宝川的人 他说 没有杨昌林就没有这条路 没有这条路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药材 和我们这些小洋房 路通以后 基地的中药材 可以用卡车 成吨成吨地往山下运 也方便了各地的客商 到基地考察和交易 大大提高了成交量 也大大提升了 杨昌林中药基地的名气 与此同时 更多的当地药农 加入到基地扩建中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在种植规模 迅速扩大的这些年 当地政府扶植返乡 创业青年的政策 更是为杨昌林的 中药材基地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杨昌林注册成立了 宣汉县昌林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 按照合作社加协会 加农户的运作模式 负责向农户提供 优种优苗 栽培管理技术 保产品回收 政府引导 农户参与 我免费提供种子种苗 没想到一试就试成功了 后来我现在在宣汉县 就有十个种点乡镇 48个村 4800多户 农户 全在种药 从600米到1500米以内 这就分了一个海爬高度的发展 截至目前 杨昌林先后在宣汉县 万元市 大川区 开江县 通川区等县市区的30个乡镇 100余个村落 带动群众种植药材8万余亩 实现年销售收入1.7亿元 帮助300多户贫困户脱贫摘贸 培育药 培育药农 百万富翁 八人 我们是实实在在 踏踏实实地去帮助人家 去赢得他勤劳肯干 再去让他有收益 我们有保证地让他能够收到钱 2017年3月 杨昌林又投资1.2亿元 在宣汉县双河镇方斗村 食品工业园区 征地48.8亩 计划分三期 建立年产5000吨的中药材 影片加工厂 按照杨昌林的长远规划 这里将打造公司加基地 加农户加加工加市场的产业链条 在加工厂的辐射带动下 宣汉县药农 2019年发展到5000余户 种植面积发展到17.2万亩 仅利润达2.1亿元 我对我们秦巴山区山上 真有感情 我在这里失败过 创业起家的第一个家就在这里 我对未来的规划和梦想是这样的 想让周边地区食和种植中药材的地方 让这些农民变为药笼 他们靠山吃山 走上致富路 创业路 让全国的老百姓 吃上我们公司的好药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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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